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装车了 奶奶装车了 陈伯 把这些鬼东西给我扔掉 加油 加油 跑得真好 你看看 跑多快 立起 彤彤 玩具车好玩吗 彤彤 奶奶陪你一起玩好不好 奶奶要和彤彤一起玩吗 是啊 彤彤愿意奶奶陪你玩吗 太好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开始 彤彤 好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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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车了 奶奶装车了 陈伯 把这些鬼东西给我扔掉 彤彤 你惹奶奶生气了 快给奶奶道歉 不能扔 这些是夏叔叔送给我的 不许在我面前提夏叔叔 陈伯 你耳背了吗 赶快扔了它 不许扔 英俊 把它关下来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它出来 奶奶是坏人 我讨厌奶奶 奶奶是坏人 喂 陈伯 彤彤啊 被力竭关起来了 哭得很厉害 您是不是后悔了一下 又怎么了 电话里说不清 您最好回了一趟 这次比上几次都严重 我这可是背着力竭打的电话啊 我马上回来 跟他们说我有急事 好的 李总 背车 好的 李总 你可回来了 彤彤被关在房间里啊 生意都哭哑了 怎么回事 彤彤玩车 一时说错话 说奶奶撞车了 然后 就犯了力竭的忌讳 把彤彤抱下来 不要带她走 是 不准 妈 小孩子不懂事 你不要跟她一般计较 如此顽劣任性 母无尊长的孩子 就应该好好地惩罚 彤彤还小 难免会犯错 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何必要这样呢 彤彤不是外面的野孩子 他未来要继承力士的家业 所以他要比一般的孩子 更努力更好 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 你忘孙成龙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彤彤的感受呢 我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我看 你倒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自从那个女人 带来这个孩子 上了你的床 你就被搞得晕头转向 找不到北 你不注意自己的严省 还严重放纵下一代 告诉我 过去那个精明冷静的厉重谋 上哪儿去了 以前的厉重谋 失去的太多 活得太痛苦 所以他现在要学着 把所有失去的 一点一点地找回来 更不希望 彤彤像她一样 有那样的童年 我只希望彤彤的童年可以快乐 至于她的未来 可不可以成大器 那要看她自己的意志 所以我也希望 你这个做奶奶的 可以尊重 我这个做父亲的心愿 我看 你是被那个女人迷魂了头 我让她看看 你嫉妒了 你知道你这么久吗 吗 你 你不得她 我觉得我没有 她也没有 你我都得不得她 她也不得她 你不得她 她也不得她 也不得她 你不得她 所以啊 我想跟你单独在一起 好好庆祝一下 还有 以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 陪你跟童童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我辞职了 反正做生意志方面 我也不是很懂 我只想做一些 让你开心的事 真不乖 讨厌 请坐 谢谢 喝酒吗 好啊 其实 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必须要你知道 相义 他得了肝功能衰竭 不认识 医生说需要换肝才有救 相军告诉你的 不是 是我无意中听到的 相军 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父亲捐肝 所以 卓猪猛 当初 如果不是你的话 童童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 今天 你能不能给你的亲生父亲捐肝啊 我知道 在你心里 你很在意这份感情 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 血脉相连是什么意思 他心里只有那个人 那个人才是他正统的儿子 才是他的亲人 我呢 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个人又帮不了他 这或许就是天意吧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已为人父 你有勇气承担这一切 是因为你经历过这种痛苦 可是 相伯父跟你不一样 我想 他对你有多深的感情 就有多害怕面对你 众猛 不要因为你的怨恨 而做出一个 无法挽回的决定 不然到了那个时候 你怨恨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为什么这么抗拒自己的感情 你为什么这么抗拒自己的感情 他需要你 你帮帮他好吗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说服我去帮他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亲人 是因为我们是亲人还是 还是那个人叫你来说服我 你是说相隽吗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 我是为了你 为了我还是 还是因为你觉得你对他有愧疚 所以你想让向家圆满 让我自己来牺牲 其实你的内心 你真正想帮的人是相隽吧 你不想让我 众某 你为什么非要这样理解 众某 事实很难让我有其他的理解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